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休闲时光 在离我上一次发蝴蝶狼视频之后 现在4个月已经过去了 在上一个视频中出现过的蝴蝶狼 现在都已经全部开放了 现在来看看它们 有几盆简直是爆盆了 这些蝴蝶狼花大部分都是我在它们打折的时候买的 很多都卸了花了 有的是没有全部卸 买回来以后 我经过自己的处理 用我自己的养护方法 把它们养活了 而且让它们再一次开花 其实养护蝴蝶狼很简单 蝴蝶狼开花又开得久 它不像别的花一样 开了就很容易掉 它这个花就同一朵花都能够保持几个月 我这些花的花期 一般都有四到五六个月这样子 这三盆花就是我以前用3块9毛9一盆买的 卸了花的蝴蝶狼 旁边这两盆是在我上一次的视频中出现过的 当时它们已经开花了 不过就是说没有开的这么多而已 中间这一盆就是那一盆被我不小心折断了另外长出来的这一只 你看这一只长了好多花 有二十几朵 来看这两盆蝴蝶狼 这两盆都比较特别 都是黄色的底色上面带有紫色的条纹 其中这一盆的花朵比较小 属于迷你型的蝴蝶狼 看起来小巧玲珑 而这一盆的花朵比较大 看起来很大方 这两盆花都是我去年在它们打折的时候买的 其中这一盆迷你型的是打折到6块9毛9 当时它的花还没有卸完有几朵在上面 但是它的叶子是变黄了 而且上面都有发霉的现象有白色的霉 然后这一盆是打折到7块9毛9 当时它上面也有花叶子还不错 我一看这样这样的花和这样的价格 我毫不犹豫的就买了 现在这个花是我买回来它们之后的第二次开花 也是今年的第一次开花 再来看这三盆花 这三盆都是属于浅色的颜色 这盆白色的我大概买了有四年了 当时它是打折到4块9毛9 它当时的花卸了 但是上面还有几朵钢花 你看颜色是白色的 正好我也没有这个颜色就买了 这个黄色的也是4块9毛9买的 它当时也是卸了花上面有钢花 然后当时买的时候 这盆黄色的叶子还可以 这盆白色带纸的花 和这盆全部是紫红色的这两盆花是原价买的 这两盆花已经买了两三年了 古典朗的花有很多种 它的花型好看颜色多样 看起来真是娇艳玉地 一般看来可能都以为它是很娇贵的花 其实它很好养 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很容易把它养活养好 就是首先要根据自己本地的气候的情况来养 然后再给它足够的水分光照和养分就可以了 在我以前的几个蝴蝶狼视频中 我都大概介绍了我养护蝴蝶狼的方法 养蝴蝶狼不容易的一点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它浇水 一次浇多少水 多久给它浇一次水的问题 我这些蝴蝶狼大部分是用水苔戒指养的 只有三盆是用那个小木块戒指养的 我一般是用泡水的方式代替来给它浇水 我在冬天的时候给它三个星期泡一次水 夏天给它两个星期泡一次水 我是用我家鱼缸里面的水给它来泡水的 如果你家里没有养鱼 最好是接自来水以后给它放上一两天再给它泡 因为自来水里面有一些漂白粉的成分 你给它放一两天以后 那些漂白粉的物质就给它非法掉了 再一个就是自来水放上一两天以后 它就达到了室温 这样子在给它泡蝴蝶狼的时候 就不至于太刺激那个蝴蝶狼的根 这瓶水是我刚刚从我们家鱼缸里面打的 我泡水的时候就把整个蝴蝶狼的盆子放进去 给它泡一两分钟 这样子把整个盆子放到水里面 然后水面盖过这个水苔戒指的表面 千万不要让水泡到它的花头 这样子在水里面泡一分钟就可以了 水苔戒指很容易吸水的 然后再给它沥干水分拿出来 泡盆的底部都放上几个小石头 这样子就是泡过水以后 水更容易流出来 看这是小木块戒指一样的蝴蝶狼 这个泡水就要给它泡久一点 这个也是让水面盖过这个戒指的表面就可以了 这个小木块戒指吸水效果差一些 这个小木块戒指吸水效果差一些 就可以泡久一点 泡五分钟这样子 然后沥干水分 再放回原来的泡盆 然后就是施肥 我就是用这个蝴蝶狼的作用的肥料给它施肥的 这个说明是说一升水放7滴肥料 然后我就用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瓶子 这个500毫升我就放3滴肥料 给它配好水 这个水是接的自来水 但是我是放了两天以后再放肥料进去的 然后我就把那个配好的肥料水放到这个喷壶里面 然后就给它喷 我给它施肥就是喷它的叶子和根 就是这么喷 这一瓶水可以用很久 但注意不要喷到花上面 我基本上每一个星期会给它喷一次 我知道很多专家都说开花了以后不要施肥的 但是我还是坚持给它喷肥料 喷的不多 我发现这样喷它也没有对它有什么影响 喷了肥料以后 它的花不但没有掉的快 而且保持的更久 我这些花一般都能够保湿到6个月才会掉 感觉给它喷肥料以后 它的花开的更多 保持的更久 蝴蝶蝶蝶需要阳光 但它不需要强光 也不需要直射的阳光 我是把它放在我们餐厅里 离窗户不远的地方 这里只能接受到闪光 你看在它们的前面还有一排植物 那排植物是需要阳光的植物 它们就是靠近窗台 这些蝴蝶蓝离窗户还有一点的距离 它们能接受到闪光 但是在这里它们晒不到直射的阳光 蝴蝶蓝是非常好养的花 而且它的花型好看颜色鲜艳 花旗又久 只要在做好浇水施肥和光照智商方面 相信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把蝴蝶蓝养好 喜欢蝴蝶蓝的朋友 赶快买几盆回来养吧 特别是看见那些卸了花打折的蝴蝶蓝 几块钱买回来可以做一个实验 养活了就是很有成就感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分享和订阅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